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這一節是環球追蹤 我是黃雪瑩 跟大家跟進隔晚歐美股市最新情況 隔晚美股因為勞動之假期而優時 所以歐洲股市方面見到個別發展 而且交頭淡靜 市場關注烏克蘭局勢發展 以及歐洋行今個星期議息 是否有進一步放寬政策 投資者入市態度審慎 倫敦富士100指數 收報6,825點 上升5點 法蘭克福德斯指數 收報9,479點 上升8點 巴黎契指數 下跌1點 報4,379點 而數據方面 Market公佈 歐元區8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中值降至50.7 是超過一年的低位 同時也低過8月初值50.8 以及7月的51.8 不過8月份的PMI 仍然是在14個月的榮夫分界線50之上 至於產品價格方面 安慰又加未跌 中國製造業指數疲弱 歐元區8月製造業PMI中值 也創超過一年低位 加上法國上月製造業PMI中值 也跌到15個月的新低 而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關係 持續緊張等消息 都增添市場對原有需求的疑慮 外圍油價在星期一摘幅復 布蘭特10月旗油 收市跌40美先 報每桶102.79美元 我們看看美元匯價方面 美元兌港元7.7501 日元104.34 歐元1.3131 英鎊1.66006 瑞士法郎0.9194 家元1.087 歐元0.9333 樓元0.8381 美國國庫債券 10年期債券2.36厘 30年期債券3.09厘 外圍的情況就先看到這裡 以下的時間交給你阿曼 謝謝雪瑩 這節為大家請來 就是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王偉豪Rafi 跟我們說說外圍方面的情況 Rafi早安 早安 先說說歐洲方面的情況 剛才也聽到 見到歐洲股市 就是個別發展 你看回交投比較淡靜一點 指名投資者入市態度都比較審慎 看回歐洲方面的傳出的數據 似乎顯示經濟的情況都一般 無論是歐元區 就是8月份方面的製造業PMI 亦說德國和意大利方面的 PMI數字都比較差一點 當中歐元區 以及德國的數字 雖然說都在50這個聖水分界線之上 歐元區方面的低位是超過一年的低位 至於德國方面的數字 更加是去年9月以來的新低 意大利方面更加跌到49.8 即是在50聖水分界線之下 表示到經濟方面都有收縮的情況 怎麼看PMI數字呢?歐元區方面的情況 會不會比較差一點呢? 其實是 以陳文來計 美股沒事 大家都會知道 而歐洲來說 你見到最主要昨天看的一個焦點 就是數據 特別是歐洲多個國家 其實昨晚都公佈了 製著PMI數字 低分的中值 如果以黃雲這麼多國家來看 其實唯一見到可能是 比如愛爾蘭這些小國 數字叫做比較好 57.3 也創了這176個月的新高 但只不過你見到好像很誇張 但只不過本身它經濟之前 歐洲因素之下就差了很多 所以這下才慢慢回到 但其他的大國 譬如整體歐元區綜合的PMI 就是PMI也好 或者德國 意大利 法國 這些比較大的國家來計 其實全部都是創了這大約11個月 12個月或者一年左右的新低 很少這麼說歐元區和德國都在50樓上 但其實本身兩者都教他們初值 就是上星期出的初值 是叫做輕微下跌了 而你說意大利和法國更加之差的就是低於50樓下 變相又再一次下一個收縮的現象 所以變相整體你看到整個歐元區的製造業的情況 或者經濟動力上看到 似乎依然不是太理想 而另一邊相除了這個數據之外 特別見到上星期 其實歐元區另一邊相都公佈了就是弊分的通脹 其實都是放緩去到按年升0.3% 而德國其實都確認了 就昨天來計 第二季的經濟動力 都按月倒退0.2% 變相以整體好像很多的數據 整個歐元區這刻都依然是粒粒亂 一來你可以說就是政局問題拖累 二來本身來計通脹水平都比較低下 令大家都沒有太多的購物 或者沒有太多意欲去買東西 令到很多的其他經濟數據都做得比較差 所以整一來計這刻的確有少許憂算存在 對 數據做得差 但見到股市方面沒有大跌 其實大家都有方向憧憬 就是既然數據做得差 歐元區方面會否做甚麼動作幫助市 見到歐元區的總裁德拉吉 之前在央行年會上都表示過 已經準備好推穿這個量寬的政策 所以大家都期待 既然數據都認證了 經濟比較差 你會否都預期來歐元區議息方面 都會有動作幫幫助經濟 其實這次大家都在猜 究竟在星期四歐元區議息是否舉動做 這樣說我覺得有機會是做的 但其實有兩個機會可能甚麼都不做 怎麼會這樣說呢 首先說為甚麼會不做 一來其實大家都知道 數據剛才說得比較好 變相見到有個條件 歐元區要出手去救 但這些數據這一刻反映 其實未見到之前所謂推出政策的成效 大家都知道之前歐元區說了五部曲六部曲 上一次說的是LTRO 新的長期綜合資操作 宣佈了會行動 六月底宣佈了 但這個政策其實九月開始才接受銀行申請 原來講其實最快的數據上要浮現 或者要反映 可能九月打後的數據才能見到 所以這一刻八月份或之前七月份的數字 全部沒有這件事 所以還要觀察成效的時候 變相有個機會就是 歐元區未必這麼快出手去做任何舉動 但當然你一邊商 有些市場分析覺得就是之前 剛才說的五部曲來計 今次有機會先走第一部曲 就是小小的一個ABS 即是向銀行購買一些資產擔保債券 有機會是去到二千億歐元的規模 如果真的這樣走的時候 我相對覺得都會對整個歐洲的股市 或者大家對歐洲經濟的看法 會陸觀一點點 但唯一無論做不做都好 我相信你慢慢中線去看 如果是歐元的取態來計 唯一比較受虐的絕對是歐元 因為你這樣去到行量寬 行一個寬鬆政策的時候 我相信歐元的勢頭都會比較弱一點 謝謝Rafi對於歐圍方面的分析 對歐圍方面的情況 當然也要留意歐客欄方面的危機局勢方面 也會對歐元區方面 以及美國方面的股市 都會受到一定的打擊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Rafi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開市監獄的環節